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85集 许久白小春才深吸口气压下心中的震撼 此刻他已靠近了山门 四周有一道道长红飞过 里面都是血稀宗的内门弟子 甚至还有一些是铸鸡护法与长老 那些铸鸡之秀一个个身上都带着浓郁的煞气 飞行极快带着霸道与蛮横 所过之处那些内门弟子一个个都立即低头败剑 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有一个铸鸡修士 四觉的白小春挡住了路 临近时袖子一甩 一股大力化作狂蜂 直接卷在了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反应超快 立刻装出 背着狂蜂推开的样子 还逼出了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 那铸鸡修士看都不看白小春一眼呼啸而过 至于四周的内门弟子一个个似习以为常 各自飞远 地面的区域是杂役所在之处 那些杂役时而抬头 对于天空上来来回回的这些内门弟子与筑基修士满是敬畏 太霸道了 白小春有些不服气 可一想到这里是血稀松 于是又忍了下来 飞向这只大手的手背去 刚一靠近 一股血色的波动 目然间从这大手上扩散开来 形成了阵法 在与白小春碰触后 微微闪烁了几下就消失无影 使得白小春没有丝毫阻碍 就进入了阵法内 踏入到那只大手上 第一关过了 白小春深吸口气 方才那波动 就是血稀松的防护阵法的一部分 一切非血稀松弟子 一旦碰触 立刻就会被查出身份 这只大手的手背去 极为的庞大 白小春降临时 方言看去 堪比灵稀松南北两岸加在一起 范围之大 让他对于血稀松的强悍 也有了一些间接的了解 手背去 只有内门弟子可以踏入 外门弟子 除非持有信物 否则的话 一旦踏入 立刻就会被责罚 轻的鞭形 重的取之 很是残酷 在这库泽下 整个血稀松 似乎都有些扭曲 于这扭曲中 等皆森严 白小春 原本心中很紧张 可踏在这大手上时 来自大手的亲切 与体内不似长生宫的运转 使得他心中的震撼 一次又一次的强烈 这怎么可能啊 白小春到了现在 还是觉得无法相信 他仔细的观察这里的地面 最终不得不承认 一个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的真相 这只大手 居然修炼的是 不死承生宫 准确的说 是通天河下 那只伸出了手 看不到身躯的巨人 修行的是不死承生宫 而且显然是到了一个 极为高深的程度 这整个右手 在白小春的墓中 露在外面的 成为了地面的皮肤 分明就是不死皮 而在这不死皮下 从很多碎裏的缝隙看下去 看到的泥土 就是这巨人的不死肉 而在这泥土深处 看不到的地方 存在的骨头 就是不死骨 甚至 最让白小春心惊的 是他看向五指山峰时 能以约看到的血色瀑布 显然就是不死卷的 最高境界 不死血 天哪 这整个血泄宗 就是建立在一个 修行了不死承生宫的巨人手臂上 而他们修行的功法 这么看来 分明就是 被一代的血泄宗的仙人 通过这只大手 创造出来的功法 而这功法的本源 就是我修炼的 不死承生宫 这白小春倒吸口气 不死承生宫第一句 按照他所知道的 不是多么罕见的功法 很多宗门都有记录 可因修炼的艰难 所以几乎没人能修成不死金疲 更不用说 如白小春这样 突破了生命第一层质骨 而显然血泄宗内 对于不死承生宫 与这只血手的关系 或许也并不知晓 这么一分析 白小春有一定的把握判断出来 只有具备了不死金疲 且突破了生命第一层质骨 两者都具备之人 才可以在靠近这大手时 感受到那股 来自同脉的召唤 不过 这一切还都是白小春的猜测 或许也有不对的地方 可白小春相信 随着自己对血泄宗越发了解 这个问题 他早晚会得到答案 甚至侧面也能去验证一二 难怪允建世界内 宋缺拿出的血球 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白小春想到 允建世界中与宋缺一战时 对方拿出的可以爆开的血球 此刻他回忆 那血球分明就是不死血 是宋缺注击之后 才可以勉强使用的血泄宗 特有之法 还有在允建世界内 那些血泄宗的弟子 几乎每一个都给我感觉 有些熟悉 原来是这个月夜 白小春深吸口气 心中翻江倒海时 按照假夜葬的介绍 去了血泄宗内务处 在那里取出身份预配 登记了宗门自己归来之事后 正要离取 可就在这时有一道长红呼啸而来 降临在白小春的面前 化作了一个老者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这老者逐机修为 冷眼扫了白小春一眼 白小春赶紧收了心思 恭敬的抱权 问寻假夜葬 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是负责内务处的长老后 立刻一拜 弟子夜葬 拜见韩长老 为何如今才会 弟子之前伤势焦重 所以另寻一地 等伤势痊愈后 这才归来 白小春小心的说道 想了想后 他一拍储物袋 从里边取出不少灵石 送到了韩长老面前 韩长老 这是弟子在允建世界内的收获 还请韩长老笑呢 通融一下 弟子毕竟回来晚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 韩长老一愣 袖子一甩失 收走了灵石 多看了白小春一眼 微微点头 还有几个也没回来 你既归来 现在就好好休息 正去烦刀铸鸡 行了 回去吧 白小春连忙告辞 远去时 韩长老看了看白小春的背影 觉得这夜葬 经历了云溅深渊的事情后 似乎懂事了一些 罢了 既如此懂事 也就不为难他了 否则的话 赶回来晚 定要十边择罚 韩长老 转身一晃 远去无影 这一幕 假夜葬也能感受到 有面具在 外人看不出端倪 他睁大了眼 亲眼目睹白小春很自然的 贿赂了韩长老 不由的倒吸口气 隐隐觉得白小春 比自己适合血系宗 走在宗门内 白小春对于死周的一切都很新奇 左看看右看看 可惜这里的人都极为冷漠 来去匆匆 很少彼此有走得近的 大都是身色警惕 相互之间都在防备 甚至一路走去 白小春还看到了 似无常两个弟子之间的厮杀 彼此似在争夺担药 出手时杀气弥漫 似真的要将对方截杀 而四周还有一些看热闹的 也是目光闪动 似随时可以出手掠夺 更有一人 被直接打得喷出鲜血 甚至内脏碎块都吐了出来 还是我灵犀总好啊 大家其乐融融 一片美好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白小春看得心惊肉跳 好在 一夜葬虽于宗门内没什么名气 可毕竟修为到了宁起师曾大圆满 一路上倒也没有人对他这里出手 尤其是白小春努力的摆出一副凶残的样子 似生人物尽一般 也起到了一些效果 正心惊的走向夜葬的洞府时 眼看就要到了 在白小春的右侧 有三五个血腥宗的女弟子路过 突然其中一个壮女注意到了白小春 于是与身边女伴说了几句后 在那些女伴的娇笑中 这女子向着白小春走来 野葬 这壮女声音很大 还有一些沙哑 什么人 白小春一愣 赶紧看去 在看清了这女子的模样后 立刻警惕 这女子身体娇胖 脸上有不少麻子 此刻扭着粗壮的腰 望着白小春时 眼中居然露出荡漾的光芒 似有饥渴 迈步走来 嘿嘿嘿 你个死鬼 有没有外人 别摆出这么一副死人的样子 来 给师姐笑一个 这壮女一瞪眼 随后笑声传出 靠近白小春时 伸出手指 就要去挑白小春的下巴 这么一副动作与笑容 吓得白小春倒吸口气 赶紧后退 呦 去了一趟隐见深渊 就把世界我给忘了 赶紧的 跟我回洞府 我这里还有不少担药呢 嘿嘿嘿嘿 壮女冷笑 舔了舔嘴唇 上前就要拉着白小春回洞府 白小春头皮都要炸了 袖子一甩 立刻制止 住手 白小春心惊 立刻滴吼 吼你个业子 竟敢如此 我等你来求我 女子眼中露出利色 瞪了白小春一眼 转身离去 白小春这才深吸口气 立刻暗中问假业葬的魂 此女是谁 前辈息怒我 他 他 他 是我在宗门的一个相好 夏夜葬联盟解释 相好 你 你口味真怪啊 白小春有些不敢相信 一夜葬的样子 不说俊朗非常 可也一表人才 甚至给人冷酷的感觉 可居然会与那个壮女 有如此不清不楚的关系 前辈你不知道 我成为内蒙弟子后修为缓慢 需要大量的丹药 我也没办法啊 孙师姐家里是修真家族 丹药很多 我也是无奈 才会须与猥慑 家夜葬哭诉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